最近又有一个网友问我 它的 budget 是 7 万多到 9 万块左右啦 它在纠结 它要买二手的 Mazda 3 还是买新的 Proton X70 当然我也是有问他为什么不考虑二手的 Civic 结果他就讲他不喜欢 Civic 因为他是比较喜欢这两款车其中一款 因为他觉得这两款车是比较符合他的需求的 那么应该怎样选叻 刚刚我的右手边有一辆 Proton X70 然后我的左手边有我们摄影小哥的 Mazda 3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样二手车跟新车这两款车应该将去选择 在影片开始之前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先啦 那么我就先来讲一下价钱一下 如果是 Mazda 3 呢 最后一批 2018 年 2019 的呢 它的这个二手价大概在 7 万多到 9 万块左右 如果是 Proton X70 呢 它的新车价是从 7 万四起跳到 9 万六 价格确实很接近啦 那么怎样去选择 首先我就一辆车一辆车去讲他们的优缺点先 那么首先这个 Proton X70 呢 它的这个优点就是比较新一代的设计 看起来比较 fashion 啦 尤其是它的头灯组跟尾灯组 头灯组很精致 尾灯组你在开车关车的时候哦 它那个动画效果看起来很像 Audi 其实真的是可以满足一些 你自己对这个精致度跟仪式感的需求 另外一点就是呢 这辆车的内装设计部分其实也比较有科技感 它有这个大尺寸的荧幕跟全数位化仪表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它有这个 Level 2 的 Atas 所以它的安全备备其实基本上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那么在这个 Mazda 3 的部分呢 要先跟大家讲这辆车是 Preface 的版本 而我们今天讲的 7 万多到 9 万块 那个是 Preface 版本 最后一批 2018 年 2019 年 所以它在外观设计上面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啦 那么这辆车的优势在哪里 首先呢就是它的车身尺码的部分 会比 S70 稍微大一点点 尤其是它的轴距达到了 2700mm S70 只有 2650mm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辆车的内装质感 不是设计啊 是质感 它的质感部分呢会比起 S70 好一点 然后它前面座椅的乘坐品质也会比 S70 更好一点 它的这个椅子包覆性更好 然后最重要的点在于呢 这辆车是一辆以驾驶者为主的车型 所以它整个驾驶座椅战斗感很足 这一点也是比起 S70 更有优势的地方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后悬调 这个 Mazda 3 这一代啊 它的后悬调是 Multi Link 来的 对比 S70 的 Toshenby 在硬件上面的优势不止是一点点啦 那么接下来就讲到这辆车要考虑的点 首先从 S70 开始讲起 那么 S70 它在这一个等体配备的部分呢 确实会比起这个二手的 Mazda 3 更好 而且呢 这辆车的后期改装潜力比较大 因为它是这个 Turbo Engine 我们之前有拍过一期 Proton H10 改装的这个影片啊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观看 不过呢 这辆车是没有 Pedal Shift 的 然后它的整体设定呢 其实也是比较假用车一点啊 就是它的底盘不算很扎实 然后方向盘的手感也不是很好 所以开起来呢 这辆车的 Body Law 是比较明显一点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驾驶的朋友啊 这辆车的这个驾驶乐趣的部分呢 我觉得是满足不到你的嘛 但是如果白话一点 你把它当一辆买菜车的话 那么这辆车是不错的 在乘坐品质的部分呢 这辆车的前座看起来它的椅子是比 Mazda 3 大 但是实际上 Mazda 3 的椅子坐起来会比较舒服 然后除此之外 后座的乘坐品质呢 它就会比起 Mazda 3 更好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讲呢 它是一辆蛮适合作为家庭车的车 然后呢 这辆车的顶配版本呢 还有这个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所以可以给到车内成为一个更好的安全保障 如果你是注重你的家人乘坐品质 还有这个安全配备的话 这辆车是可以选择的 不过在一些便利性的配备上面呢 例如Andro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这辆车是没有的 虽然它的主机内建有这个 GPS 的导航啦 然后它的导航也可以连去你的数位化仪表 其实使用起来是不错的 只是你就必须花一个时间去适应这个 GPS 而且这个 GPS 的精度 跟 Google Map 还有跟微相比的话呢 就会有点差别啦 然后其实最后我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你是想要这个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的话 你可以通过刷机的方式把它刷出来 不过这一点大家要小心 就是你用去刷机的方式刷这个东西出来的话 Proton 是有权利 void你的 warranty 的 现在 Proton 只是不抓 如果他们要抓的话 他们是有权利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过最后我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始终相信 Proton 最后的 OTA 还是会给到你们这个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耐心等一下啦 Mazda 3 是一辆驾驶者之车 它的很多优点是 Proton S70M 的 例如讲它的底盘就很扎实 然后方向盘的手感也很好 而且如果是小改款之后的 Maza 3 呢 原厂还有加入这个 GVC 的系统 这个 GVC 的系统 除了可以 improve 它的操控表现之外呢 它还可以减少后座乘客的晕车感 这一点在日本是拿过奖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因为后悬吊是这个 Mounting 的关系 所以它在过滤碎震 或者是这个 Body Roll 的 Control 上面 都会比起 Proton S70 更好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后座乘坐品质 没有 Proton S70 那么好啦 那么在便利性功能的部分呢 这个 Maza 3 一开始其实也是没有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 不过后期呢 这个 Bromax Auto 就有提供这个服务啦 就是去安装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然后一些 Accessory Shop 也是有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你去刷机的话就不用怕它会 wait warranty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 warranty 了的 不过咧 这辆车呢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的这一个 都是比较适合年轻人的部分啦 至于这个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你买到这个二手车有没有的话 这个就要看运气 因为不知道前车主会不会去装这个东西 但是我相信你自己去装的话 价钱应该是不会太贵啦 接下来讲到引擎动力的部分 其实这辆车的引擎动力都很不错一下的 不过真的要对比的话哦 这个 S70 的动力会略强一点点 但是就是一点点而已 而且你知道在市区驾驶的时候呢 你才感受得到那个差异 因为这辆车呢是一个涡轮引擎的车款 它有这个低转高扭力的特性 所以在市区驾驶的时候哦 你会觉得它的整辆车是比较轻盈一点的 不过咧 这辆车在大概是时速60之后呢 它会有一部分程度的软车 我觉得这可能是它的Gate Resort 影响导致到它的整体的动力不算太流畅 它还是轻快的 但是你会觉得那个在60到80段期间 会有一点点软车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的DCT 变速箱呢 其实这个换档是比较慢一点点的 反应有一点迟钝 就算你换去 Sport Moon 之后呢 它的换档其实也快不到哪里去 所以整体来讲这辆车的调性就真的很家庭车 SKY ATIG 2.0 在马力的部分会比起 Proton S70 略强一点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62 HP 然后这个Proton S70 是148 HP 不过在扭力的部分呢 它就稍微输给这个Proton S70 它的扭力是213Nm 然后那边是226Nm 如果是讲在四驱驾驶的话 动力的部分确实 S70 的感受会比较好一点点 这个SKY ATIG 2.0呢 你要很明显的感受到它的动力 就是在时速40之后 它才会有那个爆发力 这个是我觉得 如果四驱驾驶的话 选S70 会比较好的原因 不过咧 这个SKY ATIG DRIVE 6速自排变速箱 它的换弹反应呢 会比起这个Proton S70的 7速14双尼合器变速箱更快 所以我觉得它是弥补 那个低转动力不足的点 所以严格来讲开起来的话 SKY ATIG 2.0的动力澎湃的表现 会比起这个Turbo Engine更好 而且我发现一个点哦 就是这一代的MASA 3 2.0的动力表现 其实会比起新一代的2.0更好 这可能是采放法规 我不确定 不过咧 这个Engine同样的具备了钢内支盆的技术 所以油耗表现的部分哦 它会比起Proton S70好一点 虽然MASA 3是一辆老车 不过个人哦 还是会比较喜欢MASA 3 可是不代表这个Proton S70就不好 因为Proton S70 它有很多东西 其实也是蛮复合马来西亚消费者的需求 例如讲这辆车的这个开起来真的很舒服 它的悬吊很软 然后整体的配备也比较出色一点啊 重点是它是一辆新车 除了利息低之外呢 这辆车如果在5年Varranty期间有什么冬瓜豆腐的话 你驾回去 你就可以ClaimVarranty了 尤其是Engine跟牙枪的部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要找到这个After Sale好的Service Center啦 然后在于MASA 3的部分哦 其实我有跟我的朋友交流一下啦 就是MASA的车款 其实在5年Free Service之后呢 它的保养费用不会太便宜 零件会比较贵一点点 然后除此之外 因为还有钢内支盆的技术 这个钢内支盆的喷嘴有时候会堵塞 所以你还要需要花一个保养费要去清理 或者是更换这个油准 所以严格来讲 这辆车保养起来并不算太便宜 而且呢它是二手车利息比较高 那么我们就回到这个影片的整体啦 就是讲两辆车怎样去选择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很好做选择的 不是这样 如果讲你今天是有一点点的预算 然后这个MASA 3又是你的Dream Car的话 可以直接Go for Mazda 3 因为这个MASA 3 真的还是一辆很不错的车子 那么如果今天你只是想买一辆新车 利息低然后你不想有太多麻烦的话 就Go for A6就好了 怎样都是新车问题会少一点点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啦 不过对我而言呢 这个MASA 3呢 其实也曾经是我的Dream Car之一啦 然后因为这一期的影片我去做了一点study 我觉得现在这个2018 2019年 最后一批的上一代MASA 3 真的是很值得考虑一下的 因为整体来讲价格也不会太贵 配备也不差 虽然讲它的安全配备只有这个基本的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跟接迫起步辅助使用 但是我觉得足够啦 那么各位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新车对比二手车的影片 或者是二手CV对比Proton X70的影片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我会尽量安排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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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